我們應該怎麼在乖析啦 我們應該怎麼在乖析啦 好 所以我們先從 我們剛才簡單地出席一下 所以國務長的元素 什麼支元素 人素不在中間 那個元素不在中間 那個元素不在中間 謝謝你們分享 剛剛說什麼支在中間 中間元素 他不是有新樹嗎 原生是原來睡覺的地方嗎 睡覺 原來睡覺的地方嗎 睡覺 新樹就是 後來是睡的地方是新樹嘛 元素就是 最小單位 我們拿猜猜猜猜猜 最小單位就是分別發現 它實際上是一種小東西 原子 那不同的元素 就是不同的元素組合 它的結構不太一樣 但主要的元素裡面都有分 直子中子跟電子 那怎麼來決定元素的不同 用什麼來決定元素的不同 直子 中子 電子 原子 直子 用直子來決定元素的不同 原子 原子有很多不同的原子 但是你怎麼決定 這個原子是屬於鐵原子 或者是鎂原子 或者是鎮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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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剛剛的直子數的不同 所以在原子序裡面 它是用直子序來做排列的 原子序和直子序 原素 我們知道了 對原素它有分 穩定不穩定 穩定不穩定 就要取決什麼東西 電子 來 變成電子 電子 所有的電子嗎 就是取決於電子沒有錯 電子來決定它的穩定不穩定 但是電子 是假設只有鐵原子 它二三個電子 它是二三個電子 都可以決定 可是是二三個 最外圍的電子 最外圍的電子 這樣是它外圍的那個 不穩定的電子 來決定它 是不是不穩定 像多星期以來 基本上它最外圍的就是穩定 它是沒有 不需要變電子 電子 外圍電子的數量來決定 它是不是需要去連電子 好 所以原素假設不穩定的時候 它會產生跟別人 組合在一起的狀況 通常意思是叫什麼 不同的原素組合在一起 這叫做 這叫做 原子 原子在這邊 就要分子 不同的原素組合在一起 叫分子 對不對 兩個原素組合在一起 比如說 假設 鈴跟鈴 鈴跟鈴 鈴跟鈴在一起 這是一個分子 對不對 水 x2o 這個分子 對不對 那O2 是不是分子 不是 不是嗎 O2 是不是分子 好 是分子 這叫做 相同元素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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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原子 它還是分子 這支分子 是不是 不是 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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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 因為它只有一個 一個 它是單元子 那因為它是弱性氣體 所以它是單元子存在 它是穩定的 好 好 它這裏 它是分子 在那邊 再講一遍 好 這樣裏幫我們講到 就是 這裏叫做 化合 分子化合物 還在分子化合物 還在分子化合物 我們講到分子化合物的時候 然後分子化合物的時候 我們講到有機 有機分子嘛 然後就考慮有機的分類 然後就 在那邊就結束了 那邊的 那邊的 那邊的三個 我們講到結構式 檢式 檢式又叫做什麼 那叫做實驗室 我們叫做實驗室 實驗室 譬如說 我們講一個 CH3 COOH 這是什麼 分子式 結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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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式 還是 化學式 這是一個化學式 那化學式 在打細分的話 在打細分的話 我們通常叫做 它是結構式 它是結構式 結構式 結構式 結構式我們可以看到結構裡面的排列方式 那或者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 假設譬如說 能講SIO2 我們說這個 是 這是檢式 簡單的檢 或者是有人叫做 實驗 就是你在做實驗的時候 你知道它比例就可以了 所以你會拿來用 實驗參考用 實驗室 所以它 這是一個參考的比例 因為它真實的結構不一樣 事實上 不單這個 這個也是 檢式 那我給講的結構式 剛才是怎樣想分出來 結構式就是 你可以從這個分子 這個 我們寫出來的 寫出來的這個 表達的方式 可以看出它的結構 或者是 基本上 結構式有時候 我們必須把它畫出來 因為它就是 C H3 C C O C O O H 這 是 真正的結構式 就是你要把它整個畫出來 有的 有的那邊畫過來很複雜 有時候練很長 所以說通常也會寫成這樣一個簡單的方式 簡單的表達方式 好 OK 那我們昨天討論到 上次有簡單討論到就是說 這個到底是動架件還是叫做離子件 等等 基本上 動架件和 Eaton 各個區別 動架件跟 cognition 原素是一样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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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的大多数是一样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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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 不一定 像CO2是什么 CO2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这里面的戒是什么 碳 碰盘戒 这边进行 它组成大概长样的 碳左边接个痒 碳在这边 我一讲说那是两只手 两只手 两只手 这样一个组成 但是这是共加点 为什么共加点 因为 戒不在他们之间 基本上戒来戒去 他戒来戒去的 让第一次两个弄固定 让第一次两个弄固定 这种共加点就是电子戒来戒去 它的特征 它特征就是这个单独存在成一个分子 它单独存在成一个分子 它单独存在成一个分子 懂我意思吗 它可以单独存在成一个分子 它就是 这个键 键叠完之后呢 它就是接来戒去的 它总定了 它不会很容易解疑 基本上解疑率很容易解疑 禁定的什么解疑 我们也想过 可能是被打倒了 能不能解疑 什么意思 能不能解疑 解疑是什么意思 就像 NACL NACL 所以換H2 H2O NACL 所以特別在H2O 沒有錯 他在修理念的時候他容易被擋散掉 然後分成 變成說我的鈉就分出來了 鈦也給獨立存在 綠也給獨立存在 他很快樂 他就是 我可以單獨就存在了 他不需要跟別人在一起 因為他已經把電子給了他 他很開心 他的那個電子他很開心 所以兩個都很肯定 所以他就可以單獨存在 這叫做解鈴 解鈴的音樂上怎麼講過 他在水源溶解的過程是因為 水分子狀起 我們剛剛講過 水分子 他舉不太正電 他舉不太負電 所以正電去撞到負電的時候 他會把它拉出來 他就把它溶解掉 他為什麼被溶解 因為他帶 他有離子性 他本身就是 已經彼此得到滿足 所以都是離子間的架構 離子間的架構 離子間的架構就是說 他這個原子啊 他剛好得到一度滿足 他剛好失去一度滿足 所以這兩個人在一起 會很開心 所以他們就結合了 這結合呢 結合之後 然後 它是不是一個單獨的 單獨的分子存在 因為我們在自然界中 我們會找到 你看這是一個氯 跟一個鈴的結合 它是一個單獨的分子 很難喔 為什麼 簡單來說 氯 它得到一個電子之後 它帶負電 它穩定了 那 比較小 它失去一個電子 它也穩定了 就它的整個結構來講 這邊是不是帶正電 這邊是不是帶負電 而且這個負 這個正跟負不像 水跟氫 這個氫裡面 它的電子還跑來跑去喔 所以它只是局部 帶正電 它有時候 電給了它 有時候電子全部給外 它正在這邊不見了 所以它是一個 比例 比例 基率問題 但是它基本上 這個電子就是全部給得率 它是不要那個電子的 它是穩定的 所以呢 它也能夠吸引別的綠離子過來 基本上這個鈉 旁邊就靠的都是綠離子 綠離子它的旁邊 都可以靠在一起 同樣的這個綠呢 它旁邊就靠一個鈉離子 正在旁邊就靠一個鈉離子 正在旁邊就靠一個鈉離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自然間中的存在 它的存在就是這樣 一多一堆的 它不會是單骨 一種分子出現 它是一堆一堆的 所以我們說為什麼它叫做 它的真的綠化鈉 這個東西不是它的化學式 綠化鈉這個東西 是它的減式或者是實驗式 因為它是被簡化的 我們再說 也不可以說 看到這個分子 它是 NA 10 綠 10 我找到一個分子 它裡面有10個綠跟10個鈉 都會這樣子 OK 都不可能 應該要講一個可以吧 應該要講一個可以 因為可能有嘛 我把鹽把它吹吹吹 所以說這裡面一定有一個分子 裡面是有10個鈉 10個鈉 有沒有可能是 100個鈉 100個鈉 也是有可能吧 那有沒有可能 100個鈉 109個鈉 不小心有可能 敲碎的啊 反正在各自穩定嘛 它只是這一坨 它帶多點速電而已 對不對 因為 綠 每個鈉 在這個結構裡面 它都帶一個速電 每個鈉都帶一個正電 敲碎那一下那 其實這一坨 帶久的速電嗎 有可能啦 但是這樣沒有意義嘛 因為這種可能性太多了 所以通常不管這個東西 我們就想說 這一坨 簡單來說 它就是綠化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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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綠化鈉 存在 它的就是它一坨 它不會是單個單個分子存在 像水 或者是二氧化鈉 你看自然天中找到了 它就是一個分子 它就可以是一個分子存在 它不會是一定要分別的 它是一個分子 它可以存在一個分子 那綠化鈉的話 基本上是自然天中 你找不到它 單一個分子存在 因為它很容易吸引別 而且物理類聚嘛 它能不能吸引 就是它基本的結構 綠化鈉就吸引 那它就去抿運 不這樣再吸引 就是它哪 自然發 它有人在放出 對 對 我現在做的實驗喔 在這邊 你們盡量 有空來看一下 但是就會送到它 這一杯是鹽水 這一杯是小蘇打 那我再等它結晶 那可以看看 蛤 我們就看 小蘇打應該有一個解晶 有 它什麼 它什麼 它不可以看到粉末一樣 它是粉末 好 小蘇打的花椎是什麼 小蘇打 小蘇打 蛋根筋 對 蛋根筋 N A H CO3 蛋 蛋根筋 蛋根筋 是喔 他是他是他原來講不算不算眼淚喔 他不算眼淚 不過你應該 嗯我說他算是眼淚也算是要用算是 因為他是他是NaOH強檢加上酸H2CO3的反應之後生成產物 對不對 他這個那把一個清菌帶掉的 看得出來吧他一個那把清菌帶掉的 他變成NHCO3 這是炭酸H2CO3 這是小豬大 所以他是強檢配弱酸 所以他是起弱酸 弱鹼性 他是弱鹼性的東西 那他是酸鹼中和的產物 但是沒有完全中和 所以說這是眼淚 眼淚也算是 因為他就是一個鹼金屬 一個金屬跟一個酸根在一起 他一個金屬跟一個酸根在一起 比如說這是鹽類 像Na CRL的酸 CRL是鹽酸的產物 HCL 他這個H被刺換掉了 H被刺換掉了 所以他也算很像 他是鹽類 這也算是 然後研究來講也算是鹽類 所以他是一個特殊的組成 他也帶有酸 有帶有正負電 所以他理論上 他當他水量會少 他必須吸出了石頭 他就會蓄體成一塊 只是這一塊 你可以看到他的分子 比較複雜對不對 他分子比較複雜 所以他的結晶不會比較漂亮 他的結晶會變得很複雜 會變得很奇怪 那NaCRL他的結構很簡單 所以他的結構形成之後 他的結晶就是我們剛剛上次講的 他的正義方體 他是你的正義方體的結構 所以這叫做離子間 用離子間接的東西呢 就叫做 就叫做離子化合物 會不會給區別了嗎 分子化合物 分子化合物跟離子化合物的差別 你說 好像很專業 很像很專業 是很專業 是很專業 以前我們就學的叫做化合物 現在學的叫做離子化合物跟分子化合物 所以他這些差別是不是 不知道 跟離子間一樣化合物 跟離子間一樣 就是他們的劍子 不用接著劍子 就接著劍子 然後基本上你可以這樣解釋他 然後他就是他本身都是 以一個離子的形式組合而成的 所以說他的吸引力很強 當他是固體的時候 固體他的固體結構裡面也可以看到他 本身來講就是 綠跟納的吸引在一起對不對 綠帶正電和納敗附電 所以呢他的吸引力很強 我剛才講 納敗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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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們本身都是靜電的吸引 或正附電的吸引 所以正附電的吸引力算強的 因為他很靠近 所以這種靜電力吸引下 就是離子間是很強的 所以離子間不容易打動的情況 會造成這個分子啊 第一個他能不能容易變成液態 不容易液態 所以研發的 研發的熔點是多少 800多 800多 我們那種少數過對不對 你扣架附電的引力感 比較容易被解割 扣架附電的 扣架附電比較容易被打斷 離子間比較容易被打斷 但是離子間可以用水解 它沒辦法融化 對 變低態 但是你把它隨便它就被解離了 它能不能被解離 但是它是固體的時候呢 它就不容易被解離 不容易被分離啊 那我們那看 化合 那有沒有哪種分子啊 有沒有哪種分子 它本身具有所謂的 分子化合物的特性 也具有離子化合物的特性 應該有點難 應該有點難 它這個分子 分子 不是我 還是有分子化合物的特性 分子化合物的特性 分子化合物的特性 就是它本身裡面是動家間 對 對 對 那它應該很難弄就是 弄在電腦裡的時間 然後 既然它沒有後來就給它幾個電腦 就讓它這樣有問題 OK 它就有這種就是 要 用的 非常難 像 如果它 需要 就要 就要 用的 用的 好 有一種東西 基本上我們說化合物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原子團 同不同意 化合物就是一個原子團 什麼叫原子團 就是原子抽到一起來原子團 對不對 那有沒有可能是這樣 就是說 我現在有一團原子 一團原子 它跟另外一個原子 這個原子呢 就想要丟掉電子 它丟掉一個電子 它是穩定的 很特別的是 這一團原子 它剛剛可以接這個電子 它也可以努力 一團原子缺一個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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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個好了 這個 HCO酸怎麼組合 HCO酸 HCO HCO HC H O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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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說 這是這個 可以嗎 所以 為什麼說 這是碳酸 碳酸它是弱酸 是因為它這兩個氫喔 不是很容易都丟掉 它只能很容易丟掉一個碳 只能很容易丟掉一個氫 我們講說 酸減的定義是什麼 這個分子進到水裡面 會丟出一個h的 這是什麼 酸 酸 會丟出一個oh oh就是減 對不對 會丟出h的是酸 那這個分子如果丟到層面去 它可以丟 可以把h都丟出去了 那叫強酸 如果它只能丟一部分的h的話 它是弱酸 或是比較不強的酸 像碳酸就是這樣 碳酸它這兩個氫 不容易完全被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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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容易丟掉一個 好 它丟掉一個 然後換成那 那這是哪一個呢 所以 把這個碳酸 對 這個碳酸 把它寫成結構字的話 解枕就是這樣寫 解枕就是這樣寫 就是 這其實 這是化學式 這是 這是結構式 但是把它寫成像是那個 就是像那個長段這樣 CH3COOH 好 這可以寫成 H O2 COOH 這樣嗎 所以它就更是OH 不是OH 不是OH 它怎麼樣 H O2 COOH 它實際上它的 它的 它容易 它容易跑出去就是H 所以基本上這樣裡面的 這樣寫 都是這樣寫 因為它就是 這兩個氫 事實上都得出去 這兩個氫都得出去 所以 有時候想碳酸根是 CO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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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時候 我把這兩個氫 我把這兩個氫都拿掉 但是我給它一個電子 我這樣是不是會穩定 對 我這樣會穩定 所以這一團原子 你只要給它兩個電子 它就穩定了 對 你給它兩個電子 它就穩定了 所以它就缺兩個電子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假設我這邊還能清 它給一個電子它會穩定 所以就是說 這是一團原子 但是它缺點一個電子 太過分定 所以這叫做 這叫做 我們剛才來講 這個不是根 因為這是碳酸根 這是二度的話 就是碳酸根 碳酸根 碳酸根 因為它 這一團原子 你給它兩個 電子和五度 這是一團原子 給電子的概念 所以我們剛剛 到這邊來 我如果有一個原子團 跟一個原子 之間可以有電子的交換 那鼻子紋 我們也可以說 這是一個 叫做什麼 鼻子化露 跟 跟 跟子分子化露 的一個 組成 這中間是分子化露 但在這間 是用離子劍做交換的 好 這中間這邊 是用離子劍做交換的 好 OK 那 就是原子團通常都是 什麼 通常來講 是有可能 減根啊 酸根都有可能 它通常是 對 它通常就是 因為它本身 就是穩定的一個節奏 它的原子團是穩定的節奏 它就是 像我們在這邊 我錄給它兩個電子之後 它基本上都是滿足它的穩定性 好 這邊只缺個電子 給個電子它是穩定的 我這邊缺個電子 給它一個電子 它是穩定的 它就是一個穩定派 它基本上會需要跟電子反應 好 可是因為它帶負電 所以自然而然會吸引 會吸引帶正面的過來 所以通常都吸引一組 吸引什麼 吸引一組 對啊 一A組或二A組 肩乳組或減筋組 它會吸引很多 但是你吸引中心型有可能 你可以噴性銅啊 性鐵啊 鉗啊 都是有可能的 都是有可能的 對 那這是原子團的概念 那自然還有更複雜的分子 像那個什麼 像 像 有很大的 它們叫什麼 錯分子 就是更多的 原子團跟原子團之間的骨盒 它不是 不只是 不是原子團跟原子 是原子團跟原子團的混合 就是這個原子團 它可以帶負電 這原子團帶正電 它在這個裡面 它可以混合在一起 它可以一直吸引 它就變成一個 穩定的結構 就是可以 所以這種 所有的離子化合物 大部分用的就是 就是用減 用實驗式 然後用減式來表示 因為它 很難 表達出一個 比較完整的架構 但是 像這個原子團跟原子 通常它還是 它不會用 它的表現方式 它就是用分子的結構 它就是一個分子式 所以 這是我們第二章的結束 這邊 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 SUSRI 你們第一章的重點整理 忘 cubes 你忘了看到 它成績了 KEMIN不用給你 你給我看一下 它那個 这个 别人鞋怎么样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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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差共用 只差共用 共用什么 只差共用 那你跟我共用了 诶 同学 他要跟我分享